在中国传统的生肖文化中,每一个生肖都有其独特的性格和命运,近日,春风拂面,好运连连,生肖羊,生肖虎,生肖龙,生肖牛,生肖鸡和生肖猪的朋友们,似乎都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,他们的生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,又将如何抓住机遇,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,让我们一起探寻吧。 传承国学精华,启迪智慧人生,欢迎订阅国学天地。 生肖羊,生肖羊的朋友们,在前些日子里,命宫中不幸被盘根和碎破两颗凶星笼罩,使得不少人在寻求贵人相助的道路上屡屡碰壁。 生活中也常被一些琐事搅得心烦意乱,然而时光流转,当春风轻浮到三月十五,十六日这两天,好运如潮水般涌来,事业功迎来了天锁,极星的庇佑。 只要能够紧紧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遇,财运将会如滚滚洪流般汹涌而至,小日子也将过得幸福而无忧。 举个例子,就像那只名叫小白的生肖羊,他曾长时间在生活的泥沼中挣扎,因为命宫中的凶星影响,使得他难以找到生活的方向。 然而,就在三月十五日那个春风和煦的日子里,小白突然遇到了一个意外的商业机会。 他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和不懈的努力,成功地抓住了这次机会,不仅财运大增,还收获了满满的幸福与满足。 然而,我们也要提醒鼠羊的朋友们,最近五天里,极恶功可能会受到爆败和盘根两颗煞星的侵扰,因此健康状况需要特别留意, 特别是要注意头疼头晕等问题,同时也要小心饮食。 对于那些偏爱辛辣食物的朋友们,这期间可能会容易长痘痘,为了保持健康。 最好的运动方式就是每天坚持步行三十分钟,让身心在运动中得到放松与锻炼。 生肖虎,属虎的朋友们,生来便带着五星木的旺盛气息,特别是那些1962年和1986年出生的属虎之人。 当时间流转至3月15,16日这两天,阴阳交汇,月之中的五星水元素充盈, 与属虎人的五星木形成了生机勃勃的水生木像升局。 届时,好运如春风拂面,前脚刚刚送走衰运,后脚便迎来滚滚裁员,存款数字不断攀升。 这一转变,不仅有望结束之前长时间被琐事牵绊的困境,更预示着家庭和事业都将迎来一片红火,吉祥如意。 举例来说,一位名叫小虎的属虎人,在之前的日子里,总是被各种烦心事所困扰,工作和家庭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。 然而,就在3月15日那天,他突然接到一个意外的项目机会,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智慧,成功完成了项目,不仅获得了丰厚的回报,还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。 然而,我们也要提醒熟虎的朋友们,未来一周里,福德功可能会受到碎破和火星两颗煞星的侵扰,因此,健康运势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,特别要注意情绪的稳定,避免因为一些小事而烦躁不安。 同时,也要注意眼部健康,避免长时间用眼,导致干涩和不适,为了缓解疲劳,建议多做些手脚腰背的伸展运动,让身体得到充分的放松和舒展,生肖龙,属龙之人,天生聪颖过人,才华横溢,他们独立自主,不惜依赖他人,总是习惯凭借自己的力量去闯出一片天地,当时间的指针指向3月15,16日这两天, 好运如潮水般汹涌而至,令人难以抵挡,随后而来的更是大吉大利,裁员滚滚,只要能够牢牢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遇,那么他们将无人能敌,无人能惹。 例如,有一位名叫小龙的属龙青年,他一直以来都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在事业上不断取得突破,而在3月15日这一天,他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商业合作机会, 小龙凭借着敏锐的商业眼光和过人的谈判技巧,成功赢得了这个合作,并从中赚得了丰厚的利润。 这一成功,不仅让小龙的事业更上一层楼,也让他在朋友圈中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和认可。 当然,好运的降临并不是偶然,他离不开小龙平时的努力和积累,他深知,心情的耕耘是收获之本。 因此他始终保持着对工作的热情和专注,同时,他也非常注重身心健康,常常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散步和锻炼,以保持最佳的状态迎接每一个挑战。 属龙的朋友们,相信你们也能够像小龙一样,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努力,抓住机遇,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 记住,好运总是眷顾那些有准备的人,只要你们肯付出努力,就一定能够收获满满的幸福和成功。 生肖牛 生肖牛的朋友们,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与魔力,终于迎来了3月15、16日的曙光,这两天。 福德公恰好有太阳与乌曲,两颗极星璀璨降临,仿佛是命运之轮为他们开启了新的篇章。 此前,或许曾受到运势的阻挡,身边琐事缠绕,让人倍感疲惫。 但如今,好运终于来临,运势如春风拂面,重新焕发生机。 只要能够紧紧抓住这次难得的机遇,横财将会源源不断,未来的生活也将充满欢笑与幸福。 想象一下,生肖牛的小李,之前因为运势不佳,事业屡屡受阻,生活中也充满了各种小烦恼。 然而,在3月15日这一天,他突然接到了一个意外的商机。 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和不懈的努力,成功抓住了这个机会,赚得了丰厚的回报。 然而,我们也要提醒属牛的朋友们,好运虽然来临,但健康运势却稍有不妙。 在接下来的5天里,命宫可能会受到盘根和火星两颗煞星的侵扰,导致精神状况不佳。 因此,要注意休息和调节情绪,避免过度劳累。 同时,部分朋友可能会出现失眠多梦,精神不佳等问题,建议及时就医并适当进行运动锻炼,以保持身心的健康与平衡。 总之,生肖牛的朋友们要珍惜这次好运的机会,努力把握每一个机遇,同时也要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,让幸福与健康同行。 生肖鸡,生肖鸡的朋友们,自3月15日起,你们的命运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,好运如潮水般涌来,大吉大利,感情与事业双双开花结果,生活充满欢声笑语。 在此之前,你们或许经历了一些挫折与打击,但请相信,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未来做铺垫,如今,你们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,本月里,你们将如虎添翼,才气冲天,让人羡慕不已,生肖鸡的小张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 之前,他在事业上屡遭挫折,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的能力,然而,就在3月15日这一天,他意外地获得了一个重要的项目机会,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贵人的相助。 小张成功完成了这个项目,不仅获得了丰厚的回报,还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,这一成功让小张信心倍增,他在事业上越发得心应手,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富贵梦想。 生肖鸡的朋友们,你们同样拥有这样的潜力和机遇,只要你们能够保持信心,勇往直前,那么成功与幸福定会如期而至。 记住,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,让我们一起努力,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吧。 生肖猪,属猪的人,大多时间用来享受生活,而不是积极地对待工作。 3月15号开始,财运大爆发,定能富贵多金,钱财逼人,人人羡慕,随着年龄的增长,属猪男成熟稳重,也知道了自己身上肩负着责任感,从而重振旗鼓,在事业上努力拼搏,在好财运的帮助下,必定突破自我,走向成功。 命运的无常,和生肖的吉祥寓意,都在这个春天得到了最好的权势,无论是生肖羊,生肖虎,生肖龙,生肖牛。 生肖鸡,生肖猪的朋友们,还是在努力和好运的眷顾下,我们都能看到每个人的生活都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,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里,愿每一个人都能如同生肖一样,迎来自己的春天,收获幸福和成功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